Hey,This is OGKicks,It's your boy,Kav,AKA,福利得人 想要看球鞋超流文化的更多种草穿搭内容呢,记得关注 OGKicks 本集内容则是给大家介绍五双比较小众的平价辅助跑鞋 对于这五双鞋可能排的大家都认识 但是款式未必大家都了解 所以咱们今天就来聊了这套鞋 视频开始之前咱们先来说说本期视频的福利 也就是Circle Queen的球鞋标记套装一套 邀请就是点赞本视频 以及评论留言说出 看完本期视频,你最喜欢的一双服务胖是哪双 如果能够商戴上你有史以来最喜欢的一双服务胖 分享给大家那就更好不过 7天之后我会在评论中抽出那一名新闻观众 如果点赞超过300我会再送出一份 点赞600我会再送出一份 以此类推,以此叠加 那咱们就开始这一期视频的内容 第一双我要分享的是Nike的Air Max 98 我手上这双则是2018年发售的Air Max 98 QS龙珠 这双鞋的整体的配色是非常的复古 很有90年的风格 有像这种阿华蓝 还有这种紫色还有橙色 都是我特别喜欢的颜色 这也是耐克在90年代一直主打的户外的颜色 而说到这双鞋 就不得不说他的设计师 Certio Lozano 这个人也是设计Air Max 95的设计师 而在90年中期 Certio他其实是在ACG的部门工作 可想而知 为什么95和98都会有这么 户外户古的颜色出现 他的名字呢 Air Max 98 顾名思义 他是1998年发售的 看到鞋身呢 可以非常明显的发现 他的这个中底是有一个全长的可见气垫 这个气垫呢 也是延续了Air Max 97的Soul Unit 所以还是非常好的继承下来这个脚感 和Air Max 97有区别的呢 则是增加了更多的一个鞋线的设计 而这个鞋线呢 其实原本的设计呢 是为了增加这个鞋身的稳定性 支撑性 这双鞋的鞋面呢 是更多的是尼龙衬布 而这个OG还有其他的这个配色 都是用的这个网眼设计 主要呢也是针对Air Max 97做的一个透极性的升级 还有点和97不同呢 则是他鞋头是有一个圆形 无形的一个切片 切片的这个设计呢 也是一个针对97来说是一个新的改革 因为97是整个鞋身是一个3M的反光设计 而98的鞋底呢 和97是一模一样的 没有任何的变化 鞋身呢也是很好地继承了97的这个3M反光的设计 整体的鞋身都是有一圈3M反光的 非常漂亮 说到这箱鞋的价格呢 既然没人带货 那价格肯定是一路下滑 所以在图上看 像某些98的话 已经价格降到500多 这双富足套鞋的性格 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来看一下这双鞋的穿搭 那咱们快出入第二个吧 第二个要分享的则是A6 雅瑟士的GEL-Li5 可能在前几年比较活 因为前几年的联名会特别特别的多 但是现在呢 我感觉穿的人也不是特别多了 所以咱们来聊聊这双GEL-Li5 这双鞋诞生于1993年 但是整个GEL-Li这个系统 这个缓伸系统 其实80年代就诞生了 我的这双呢 是Keith 还有Diamond Supply Company 以及Asic的三方联名 这双鞋是Tiffany的颜色 非常漂亮 咱们说这双鞋呢 推荐这双鞋 其实只是推荐这个鞋型 如果说配色的话呢 可能价格有高低不同 但是呢 我觉得好看的颜色 这个市售的普通的好看的颜色 其实也是有了 这双鞋最吸引我的呢 则是它的这个鞋舌的设计 它的鞋舌 以及鞋靴 是一体化的设计 这个让我就是 有这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相比于 它的上一代鞋型 GEL-Li3 它的鞋舌呢 是分叉 也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设计 足以见A6在90年代的设计师们 脑回路和想象力是有多强 所以这个鞋型 是我特别喜欢的 看到它的中底呢 其实是非常软的 在你用手去捏这个中底的时候 你都会感觉到 它的中底这个缓震 模块的给你回馈 是非常的弹的 所以在Adidas的Boost科技没有出来之前 大家都非常的认同 GEL-Li5这个缓震的系统 非常非常的软 而说到这张鞋的缺点呢 则是它的这个意识化设计 导致它的包裹感会非常的强 所以它这个脚面会非常的 感觉会非常的压 所以在选购号码的时候呢 一定要网伴呢 或者义码来选 否则的话 你会感觉到非常的压迫 再软的这个脚感 也没法拯救你的这个穿着体验 所以总结来说 对于联名鞋款的GEL-Li5 你可能加很少的钱 就能买到你心仪的联名店铺 或者说是你心仪的这个颜色 而对于普通鞋款呢 你可能300或者500 你就能在某宝或者图上面 淘汰你写的配色 所以对于GEL-Li5 也是我大力推荐的错 alright 那我们来看看穿搭 第三双要和大家分享呢 则是Sockney 圣康尼 我自己更喜欢叫Sockney的一双 Grade 9000 这双鞋呢 是我一六年在他天猫官方店铺买的 八百九十块钱 折后非常实惠的一个价格 而当时的价格呢 炒到了1600块钱 这是一双Sockney 和美国的密西根华板店铺 Premiere合作的一双联名鞋款 主题呢 则是以糖果Candy 来做的一个鞋 所以颜色上面是 非常五彩缤纷的 说到我的第一双索康尼呢 其实就是 Sockney的Sockney 6600 这个鞋款 在我介绍的这五双鞋里边 圣康尼的这个Sockney 这个Sockney 是复古跑鞋的这个 脚管排名里面第一位 是这里面脚管最棒 最舒服的 首先咱们就来说说 它的这个管车系统 Grade Grade这个系统呢 是在1991年就诞生了 而它的这个前两代呢 第一代呢是Grade SD 第二代呢则是Grade 8000 所以说Grade这个系统呢 其实就是在中底 以及外底这个模块化设计 可以在你运动的时候 有效减轻对小嘴 以及脚踝 以及关节的这个压力 所以穿上去会非常非常非常的舒服 跑步呢也会感觉到特别轻盈 而这双鞋还有一个 特别特别大的优点 就是对于身高比较 矮小的朋友来说 这双鞋简直就是增高神奇 又舒服又增高 可以看到它的底是有多厚 我记得Sockney 其实是Sockney 是Sockney第一吧 说到价格呢 其实我这双鞋我跟你说了 我是899 但是二级市场可以翻一倍 但我刚才看了一眼鞋鱼 其实还是能够原价入口的东西 虽然说尺码比较有限 但我觉得还是挺惊讶的 因为这双鞋的脚踏真的是上升 而且配色又是一个非常顶级的 premiere的一个联名鞋款 居然还能卖到原价 或者说比原价还便宜 所以这个就让我比较吃惊 怎么说翻包皮 在普通鞋款上面也会运用 但是它的这个可以感觉到 它的翻包皮的这个层次上面 或者是品质上面会更好一些 而脚踏呢其实是一样 普通款和联名款的脚踏是一样的 而对于grade9000的这个联名款 可以说遍地开花吧 你简单的搜一下 你就知道 Sockney和这个世界上顶级的球体店铺 有多少资料 所以grade9000 grade8000 以及沙特6000 都是复古跑鞋品类 不容小事的这个情况 那咱们来看一看专达 第四双要跟大家分享的则是rebo rebo的pump fury 这双鞋呢我觉得在前几年也是相当相当的火 肯定有很多人都已经知道它的存在 不过现在呢它的这个流行趋势逐渐下滑 我感觉已经很少能够再接上看到了 所以这双鞋是我极力推荐的 怎么说呢因为pump fury其实是在1993年 就开始设计了 它是一个设计师steven smith和paul litchfield 还有其他两位优秀的设计师共同达到 对于历史这边他们就不过多配方 因为steven smith大家都知道 他现在在adidas给can you wet做easy的系列 所以他是一个steven smith是一个相当相当有才的传奇设计师 而我这双呢则是德国的这个顶级鞋货snickers and stub 以及瑞布联名出的一双popsicle 以这个冰霸作为灵感来设计这双鞋 整体的颜色呢就是橙绿荧光绿 后跟呢是有着snickers and stub的这个标识 非常漂亮这双也是相当新有 夏天川绝对不会撞击 瑞布呢绝对是把当时最好的科技全都用到这双辅助跑车上面 首先呢就是它的这个充气按压系统 可以看到鞋舌的这个位置 它有一个pump button 当你反复按这个钮给这个鞋充气的话 它的鞋身的内侧和外侧都会鼓起来 也就是说它会就是自然而然的将这个鞋身充满气 会更好的包裹住你的脚面 会给你这个更好的这个附着感以及这个包裹的 给足你信心来这个穿着这双鞋来跑步 或者做各项运动 所以这是一个它这个最一定要的科技 其次呢就是这个hexelite 也就是这个风潮的这个后边的环针中理 之后呢就是它底部的中掌的这个大的碳码 这个graphite light 所以融合了这三个科技 可以算是瑞布最有影响力的一双鞋 而当时呢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 就是当时1993年 RAC剧团队在设计这双鞋的时候 他们找来了100个人穿着这双鞋走上街 然后来做一个暗访 得到的结果呢就是基本上50%人 都觉得这双鞋好看的爆炸太新鸣了 从来没见过这样的设计 而另一半人呢就觉得这双鞋丑暴了 为什么这双鞋能够设计的这么奇怪 鞋身上还有洞 就让他们无法接受 而这几位设计师呢就觉得这个结果 让他们特别特别温暖 为什么呢因为一半人写一半人不喜欢 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他们都回头看了这双鞋 导致这双鞋的回头率达到了100% 所以Raybuck的这双Pump Fury就这样诞生了 他们的理念呢就是想让这双Pump Fury与众不同 绝对不会和任何市面上鞋有类似之处 所以这也是我特别欣赏这双鞋的一点 而Pump Fury其实在前些年呢也是玩配色出的名 所以它会有特别多的普通市售版本的配色 可以供你选费 价格呢也是特别的便宜 基本上打完折之后五百八百就能搞定 而联名鞋款呢虽然说可能会加价 但是呢可能1000出头或者说撑死了超过2000 你就能买到一双你特别喜欢的联名这款 比如说我手上呢还有两双 其中一双泰迪熊很黄的那部美国的电影 很有趣的这个喜剧 这双是泰迪R的这个联名 另外一双呢则是新泽西的这个非常有名的球鞋店铺 Packers Shoes以及艺术家Stash 和Raybuck的这个三方联名 这双鞋的泼墨设计是非常吸引我 所以Raybuck呢其实Pump Fury是有很多很多的联名 就像我刚才说的Suffering 这些富武好鞋都是会经常出联名的 希望看到视频的你们 可以以一个特别优惠 特别心满意足的一个价格 不如说你喜欢的联名或者普通鞋 这个呢也是我做这个视频的目的 希望呢大家不要这个忙于跟风 或者说一直冲冲轰 也是希望大家可以看到一些 很多富武好鞋不一样的魅力 94年发售之后呢96年 岳部又将其改靶一次 也就是大家现在俗称的2.0的版本 这个改进版本呢在鞋头的位置 外侧以及内侧各有一个小三角 有的这个联名鞋款 你可以看到这个三角里面 会使用三五场光的设计 比如说典型的这个AFE的联名 那双尼采 而其他的这个两个我展示的版本 都是OG的鞋型 可以看到鞋头呢是有着小古牙的 可能很多老OG会知道 这双鞋在97年和98年 他们签约了亚洲的一位明星 来给这双鞋做代言 你们绝对不会想到是谁 是Jetty Chen 成龙大哥 这我感觉跟以往的成龙大哥 是形象是完全不符 可以看到他这个老的照片 他当时是穿着这个Pump Fury 我就觉得哇 太不可思议了 在97年和98年的成龙 也是跟Pump Fury出了这个联名鞋款 两双不一样的配色 所以很多当时很多人呢 都管这双鞋 有些亲切的叫做成龙鞋 这个呢也是特别有意思的 之后呢 咱们来看看我给这双鞋做的ODD Alphi 终于到了最后一双 最后一双呢 咱们来聊聊Huma 也就是彪马的Blaze of Glory 这双鞋我觉得可能是我介绍的 这五双鞋里最小的一双 其实我说到六块一双鞋 大家肯定了解了 Disklade 有没有印象 大家应该都称它为飞碟 因为它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积带系统 这双Blaze of Glory 其实是跟这个Disklade是使用的 同样的Trenomic 六角形的这个蜂巢缓制冰底 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这个一体式的鞋靴设计 可以说它呢是没有鞋舌的 跟A6不同的一点 就是它的这个鞋靴 是完全裸露在外面 A6那个起码它侧面是有一个part 这有一个好处呢就是它的这个包裹感稳定性会更好 而且它的这个一体化的设计呢 不像我刚才说的这个Jale 5 特别的紧 这双鞋的尺码呢 其实是刚刚好 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体化的设计 导致它的这个鞋带可有可无 就像Display 你不记得也是可以 而且它鞋头呢就有一个魔术贴的设计 我觉得在副部炮鞋里边 用魔术贴这个设计呢 还是相当相当少的 之后呢就是它的这个脚感 可以看到 由外底可以看到它的六脚型的这个Tenovic的风潮设计 完全是由前掌到后掌全部遍布了 所以它的这个整体的脚感来说 还是非常平均 非常舒服 可以说在这股双鞋里边算是中上的吧 这个脚感还是比较软的 这里面呢咱们要来说一下它设计上的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 就是这双鞋你看来看去 它并没有铺码的logo 它唯一一个小的logo是在这个后跟的这个地方 会有一个小的这个标码logo 这一点呢是非常有意思 这也是我特别喜欢这个鞋型的原因 虽然说这双鞋在国内的认识度是相当低的 但是呢在欧洲比较值得认可 因为这双鞋呢其实也是有很多联名价值的 比如说Sealbox 比如说Keys 其实Keys也是多次和标码有过联名的 比如说这双698 15年的金花 这双也是Run Ifar和Keys 以及标码三方联名 这双也是非常非常的喜欢 这两个中底外底是一样的 而我这双Blaze of Glory的联名呢 其实还是比较有意思 董行人的朋友看到这两个点就知道 这双鞋其实也是Clatt的联名 三方联名 Keys Clatt 还有Puma的联名 而这家店铺呢比较遗憾的就是 这家概念店铺在17年年底 在巴黎就关门了 这是比较可惜的 最后再说一下这双鞋的价格 我觉得这双鞋的价格 其实就是五六百的样子 联名的话呢可能会高一些 但是也绝对超过两千多年 肯定是一千多出头 所以你很有可能会用一个非常满意的价格 收到一双你很鞋 因为我这双鞋其实就是当时原价的时候 当时我觉得都没有人抢这鞋 但其实我还是非常喜欢那鞋 没有选择的地方 所以我一点都不厚 看一看呢 这就是我给大家准备的 五双评价的小众复古跑鞋 还有什么想看的推荐 评论或者弹务告诉我 This is OG Kicks 一起为KFK胡雷雷 别忘了评论抽奖哦